1月16日在爱荷华州举行的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首长党内初选投票已完成 前总统特朗普获得约51%的支持率 以约30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第二名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紧随其后的是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尼基黑利 支持率为19.1% 印度裔企业家维维克拉玛斯瓦米在获得第四名后宣布退出总统竞选并表示支持特朗普 爱荷华州初选向来被视为美国总统选举的重要风向标 特朗普以此等格票比例胜出 将创下爱荷华党团会议以最大幅度获胜的记录 而实际上该州并非特朗普支持度最高的州 他在全国平均支持度甚至更高达60% 经过数月磋商 民主党俄勒冈州联邦参议员罗恩怀登与共和党密苏里州联邦众议员杰森史密斯 联合推出两党税务协议提案 内容包括修改2017年共和党版减税法案中多项企业税规定 新规渴望让面临利息负担 成本开销及研究支出的企业因此受益 此外还将为低收入家庭扩大儿童抵税福利 减税规模上看780亿美元 2020年疫情期间推出的员工留任税收抵免 英国税局发现某些雇主造假 在新提案中将企业申请该项目的截止期限 从原本的2025年4月提早到今年1月31日 提出申请的企业必须对国税局提供包括客户名单在内的更多资料 造假罚则也将加重 怀登与史密斯指出 修改规定渴望省下700亿美元政府开销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1月15日 于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十次会议上发表演说 呼吁制定法律措施不再是韩国为和解与统一的对象 并指出若朝鲜半岛发生战争 重要的是考虑完全占领、镇压和收复大韩民国 此外 会上还讨论了废除对韩机构的问题 并一致通过了决议 废除的机构包括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 民族经济合作局以及金刚山国际旅游局 两周前 金正恩宣布正式转变对韩路线 称持续寻求与韩国和解是个错误 并将韩国称作主要敌人 15日 他进一步指出 有必要制定法律对策 明确规定行使主权的领域 韩国总统尹熙悦16日强硬回应称 韩国现届政府与历届政府都不同 一旦朝鲜发起挑衅 韩方将加倍反制 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近期由于多轮降雪天气引发大规模雪崩 导致多个度假村和旅游景点的道路被阻断 基米高的积雪将一千多名游客与外界隔绝 发生雪崩和游客被困的地点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以及蒙古边界不远处的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金县 当地1月6日起连续降雪已达10天 喀纳斯景区管委会1月13日发布公告 自1月11日起至道路打通日址 对景区内滞留游客实行时速免费或优惠 截至15日下午 公路部门已经疏通喀纳斯景区内部雪崩区域128公里路段 以疏通路段沿线约130名游客和80多名工作人员从强降雪区域撤离 由于山区天气变化无常 一架军用直升机原定16日上午向和睦度假村运送面粉和燃料 但是因为天气变化而不得不延后 阿勒泰地区公路管理局表示 该局已经组织53名抢险队员和31台抢险车辆 全力投入抢险救灾工作